社交媒体近日来流传的国民登记局随意发放大马卡给外国人的谣言 对此国民登记局总监德罗斯丁表示 当局已经针对这些网络谣言向警方投报 并要求警方采取行动对付这些造谣者 国民登记局总监德罗斯丁指出 当局已经收集了多个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用户的贴文和资料 并前往部城警察局投报 他表示这些指控也引起了人民担忧 质疑该局的透明度和诚信 Ruslin也强调国民登记局要发放大马卡给一个人并不简单 因为需要达到一些条件才能够取得大马卡 国民登记局向警方报案的手中案件是在网上流传 当局发给五名中国人大马卡的贴子 Ruslin解释 手中案件是关于在2015年在沙巴发生制造假文件案件 而反贪委会在当时已经对案件采取行动 另外第二宗案件则是指一名中国女子持有大马卡的贴子 Ruslin表示该名中国女子是一名大马公民的妻子 已经嫁来马来西亚超过20年 同时该名女子是在2017年根据联邦宪法第15条 第一款条文下取得大马卡 无论如何 Ruslin希望社交媒体的用户能停止对国民登记局 向外国人发出大马卡的所有指控 她也呼吁用户不要随意相信这些不实的消息